而焦点还有券商工会强调明年将上路的股市大咖条款会让台股的量能继续大减 呼吁政府要废除或是修改规定 而今天财政部长张慎和就回应 他回应也很强势 他说台股量缩是因为国际加上国内的食安问题 不过大户条款还是会如期上路 股市大户要克证所说明年才要实施 现在已经吵得沸沸扬扬 券商工会23号公布影响评估报告 强调自从证所税上路之后 台股成交量就萎缩将近一半 一旦大户条款上路 成交量还会减少 呼吁政府修改规定 不过财政部长张慎和24号强硬回击 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只需乌有 面对证券业的抱怨 张慎和态度坚定 认为台股动荡主要是国内外事件导致 希望外界不要过度解读 还没有课 然后现在滴就这样 他说什么拿针筒抽血 一滴血都还没抽到 有些人还捐血 国际动荡结束 然后这些实案问题落幕了 信心就回来了 跟大户条款没有关系 张慎和强调 大户条款将会如期上路 等实施一段时间后 再次情况做动态调整 经济日报肖博青带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